mvm 呃大家好 今天要拍的這一影片是測試 脫法 不同脫法的就是吸水器 還有 方便的好用器 然後 還有3M的包裝是 用大概7分滿左右保證平查理王的水 彩測是各種拖把的洗手間 拖把有3M的模糊拖把 一般的傳統拖把 還有蘑菇色在上面乾色的拖把 還有最後一種海綿的拖把 好我先來負責測試這個海綿多的吸水度 是怎樣 然後這邊有7分滿的水量 然後再來測試之後 等一下吸完之後再裝個去片子裡面 看它的吸水的限度是多少 就直接開始囉 好 好 現在開始 全身的拖把是單的 如果沒有水可以出來 好 我現在把那個吸水 把它洗到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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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講話 這是一開始 我們水量是大概 13公分 然後吸碗的水量現在是8.5公分 我們現在就是用傳統工法來試練這個水 看能吸過多少 好 我已經按了 基本上大概少了一點 只有1公分 可是你要看一下這個 因為它上面其實是很乾的 所以隨便都吸在裡面 可是它沒有到飽的時候擠不出來 所以有時候代表說其實它球技還蠻強的 因為它也是給把戲 接下來的話 神奇了 全部都保 那是我們做的 基本上大概只有3公分左右 也是少一個人 好 我現在來測試我們最後一隻波把 就是之後可以上來用步旋轉的 然後清理小地方比較方便的波把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的吸水可能 就是一樣一個大概1分滿的 這 好 這樣完之後啊 就是 這個360度可以比較方便的吸水程度是 大概是 9.7公分 吸水性還不錯 只是有點累 然後做完這個試的時間的時候啊 就吸水性來講的話 是這個可以360度的 補托 比較 吸水量比較多 然後這一種的話是因為它海綿 它這個沒有辦法說 把過的水量全部擠出來 它會有一些空氣 所以說吸水程度就比較略於低 因為它是 它只把水路拆卸下來 直接所有用 它前面自然可能 對嗎 因為它們 都是以全乾的方式去 吸水程度 就是說 它們還沒到飽 所以你出水程度 所以它們呢 吸水程度 就 這樣對來講會比較低 其實有聽到這位 拖把他用一個超彩先生 來幫我們 選一下 他最喜歡用哪一個拖把 來做他家的地方 這四個拖把你們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這隻 為什麼 這隻看起來比較猛 然後為什麼大面積 這樣拖起來很方便 大面積 就是這樣 如果你遇到的是它 拖起來又是大面積 很快就讓阿星拖完 對不對 對 它還是有點麻煩 就是一定要走 走勁幹 這樣就還是可以 然後為什麼不考慮這個 可能這個吸水方便 然後又不用下去 不然又要去把那個 嘴捏乾 所以用拉就可以了 嗯 你這隻 也不錯啊 就是 比較不為美 比較軟一點 然後提起我們 調改先生提供的 報復意見 然後就這次使用 玩 就更新手法之後 然後我覺得 這隻指消子 最獲得我的青睞 因為阿 它的水性 也頂次於這個 小指消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吸水力 吸水力 還比較強一點 然後我比較喜歡 這隻是因為 它面積 分數沒有比較大 可是 它收起來很方便 然後 吸水力也蠻強的 然後而且 又不用去用手 去摸那個 當機器的水 然後直接拉一下 水就會出來 整個長掉了 撞掉 好 這隻手法之後 我覺得這隻比較好用 因為這隻手法之後 它 脫起來 一定是大 可是 其實如果是乾的話 其實可能會特別強 然後就 這樣子 只是要彎腰把 那些 一條 咬到你 我剛才會是要打牌 可是 它上面就是 如果打牌東西 的話 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隻比較好 好 就是用後 這隻手法之後 我覺得 這隻 比較屌 應該 就是 它的面積比較大 然後 它做的時候就很狂一點 然後 像我這隻手 常會打牌一些東西 所以 用這個來 很方便 那些 就是 現在有一些那種 脫法 那種 配件就是 抿乾的那種 牌子是可以拉起來的 可以克服 可以克服這個 小鼓的 沒有的東西 然後 小鼓過兩下 就 要把它弄回去 所以就要把它 抿乾 還不覺得身高有問題 這樣 我高度比他高 好 好 立點